2023台中购物节在今天开跑 为了振兴经济 市府加码发放第三波的物条券 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 民众只要拿着100元现金 就可以前来兑换到200元的物条券 等同于是打五折 每个人最多只能够领两份 今天一大早七点半 台中物丰市场前大牌长龙 这1500份的物条券 瞬间被秒杀零光 一早不到七点半 台中物丰市场排起长龙 婆婆妈妈一路从市场里面 排到大马路外 到底有什么好康的 原来排的是配合台中购物节 市府加码发放的第三波物条券 拿到200块也不错啦 够100块钱 还要够领的很多 你觉得是这样子这么很多 总共1500份 不到半小时 瞬间被秒杀 婆婆妈妈领完夹菜金 专头就到市场消费 有有有 为了错继消费 从26号开始累计三天 在台中各大市场夜市商圈 总共78个地方发放 加上五六月已经发过的 这三波物条券 总共有45万份 民众拿现金100 可以换价值200元的物条券 每个人最多领两份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三天 一天1500份 排队领到的物条券 有规定使用期限 民众记得领完得拿去买 可别浪费了这多出来的 加菜金 接下来潘信王顺旋台中报导